印度号称第三世界领袖 军事实力比武藏强国要差很多 但要论摔飞机 五国加起来都没它摔得多 40多年来 印度空军已经摔了超过1000架各类战机 平均每个月都有2比3架飞机发生事故 前几天又发生了一起米格21间叫机坠毁事故 今年截止目前已经摔了12架飞机 其中包括苏30MKI这样的新锐战机 摔得最多的是苏制米格21战机 米格21是一款非常成功的二代战机 诞生60多年 先后生产了1万多架 共有52个国家装备过 至今仍是许多国家的主力战机 米格21战机与我国空军也颇有渊源 服役时间最长的间期就是由它改进而来的 我国航空工业也是从研究米格21中成长起来的 如此优秀的战机 在印度却成了寡妇制造机 截止目前已经摔了500多架 好好的米格21 怎么到了印度就事故频发呢 问题出在印度的斯坦航空公司身上 该公司是印度最大的国防承包商 和印度国防工业的龙头企业 地位相当于美国的洛马 波音 但它的生产管理水平实在不敢恭维 凡是经过该公司组装或改造的飞机 使有八九存在技术缺陷 而印度的坠机事故绝大多数是由人为失误和技术故障导致的 1986年起 斯坦航空公司组装过二架米格21 大修过八架 结果全部坠毁 组装每周报直升机三架 大修五架 其中七架坠毁 大修幻影2000战机四架 全部坠毁 组装米格27战机三架 大修三架 其中五架坠毁 大修米格29战机三架 三架全部坠毁 近些年 印度坠毁的39架战机中 有36架曾在斯坦公司的车间待过 可以说 斯坦航空公司是印度空军的最大敌人 不管是俄罗斯的 美国的 法国的 只要经它改造过十有八九会出事 战绩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国的空军 美军击落的二代以上战机恐怕都没有它多 究其原因 是印度的盲目自大造成的 在航空技术还有打好基础的情况下 就对战机进行贸然大修 殊不知航空技术的发展需要一步步来 万万急不得 要知道我国在米格21上花了30年的苦工 才有了今天自主研发的歼20